工程生退 好一句工程生退 难道不怕被打作文章吗 调查局长张继平 卸任竟然选在林毅室 这个敏感的时机 调查局的角色尴尬 调查局也是 树摊机构最重要的一环 本案不论千年多广 检调单位 一定要查办到底 国家最重要的调查机关 在林毅室的案件中 怎么会持不上力 特征组这回不但没有找 连正署帮忙 就连平常密切合作的 调查局也没出面 甚至局长交接的 这个重要的活动 原本要出席的检查总长 黄世民也临时没到 是太敏感 还是彼此合作 认知不同 强调是全责归属的问题 但是可别忘了 调查局的职权里 清楚的写道 正办重大犯罪 贪污独职 就是负责的工作 尤其一项掌握 地方情资的调查局 光是在高雄 就有试料处 南基组等单位 至少就有 三百多名的调查员 甚至遇上选举 也会掌握各地方的情资 怎么会传出 副总统吴敦义 听到林毅室的事情 大吃一惊的说 怎么不早说 调查局的地方 舆情难道没有 网上报吗 回到的小心翼翼 声音小道快要听不到 只说是特征组负责 车上林毅室 调查局说的很保守 毕竟是从政府机关里 爆出的大案 而局长张继平 任期两年还一度传出 要转禁国安体系 却因为弟弟是通气犯的事情 被爆料 选择提早退休 在林毅室事件爆发的 这个节骨眼 也难免会被人拿放大镜检视 现在调查局长 换人掌舵 调查体系的副局长 王福林升任 要怎么在特征组 连阵署之间 找到定位 接下来的任务 肯定不轻松 联系文文婷婷 陈明彦 台北采访报道